每个月的环保日 马来西亚北海的庄整华从不缺席 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 搬运、载送、分类 她样样尽心尽力 当我交代她说 这个月我们又有一个点要去收 过后每个月她都会去收 她不会说这个月忘了这里 很有责任感 都把事情做得很好 2008年 庄整华的妻子患上肾病 大女儿是单亲妈妈 小女儿还在念书 庄整华卡车司机的收入 只能应付家计 无法负担妻子的洗胜费 慈祭因此给予补助 我刚刚拿慈祭给我补助 今天我也跟我太太讲 不知道人帮我们多久 后来我一直每个月都在拿 拿到两三年 我跟我师姐讲 哇 这个传奇真是很帮助我 每个月都照时间到什么 来到我们家里 这样访识我们 因为我很感动 庄整华和家人安了身 也暖了心 在志工的鼓励下 他学行手心向上 转为手心向下 有真的活动我是教他 联络他 可能通过这些访识啊 种种的活动中 让他看到 将他慧命的有所成长 2011年庄整华的小女儿开始工作 帮忙负担家里经济 他们主动停止慈祭补助 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付出的心却没有停止 他以慈祭志工的身份 走路在姑父的家 关心其他贫苦的人 我感觉也很 踏过了那一步困难的日子了 也比人家 看人家 看有些感恩 我比较幸福一点 给他们一个观感 知道我们师弟有在 帮助他 有来关怀他们 给他们的心 比较开 看开一点 世间的爱一直都在 张整华懂得感恩 学习付出 积极将爱循环 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大爱新闻 李清伦 黄艳碧 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道